嘿 老花衣每日一答 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王问题 哎 花衣 宝莲灯掉叶还能长吗 掉叶很正常 一般气温冷了就会掉 你看我看咱们这个阳台的话呢 哎 外面好像都是雪还是咋的 那你那肯定是有点冷了 像宝莲灯一般正常的生长温度呢 在15度以上 15度以下呢 就开始出现各种的萎靡 不好 这阳台那块还是稍微有些冷 别的没啥包 像你们那边冷的 春天就稍微好一点了 但是夏天高温的时候 还得适当的遮阳 增加攻击制度呢 把连灯不是那么好养啊 你得掌握技巧 它就好了 家伙伯 你好啊 去年水手 长了苹果盒一年了 搬到市里边冻伤了嘛 这苹果树啊 现在的一个黄叶子 是下面的黄 它上面在长 像这种呢 咱们怎么理解它 你像咱们种小树苗 它下面黄叶子 只要是上面在长 这个就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另外呢 黄叶你可以给它揪料 它只要上面长得好好的 你就不用管 其他的没啥 像这种小苗 也该施肥的施肥啊 别多 别贪多 慢慢来 少用一点 慢慢就好了 慢慢就长起来了 呵 或许你养上三年 它就开始结果了呢 老阿姨 伯金钻中间 哭了 哭了红红的 买个棒 买棒的 呵呵 先看一下照片 中间哭了那个呢 是稍微有一些个水大 不排除有一些个冷 好吧 稍微有点水大 有点 那种冷 有点缺光的感觉 像只要是粗紧的那种啊 稍微给一些光照 一点光照没用呢 它叶片总是不好 你要了解它这种 看着好看的那个粗紧的叶片呢 其实它是病态的 就是缺乏叶丽朔 长出来这个样子 好吗 宝 这现在它的一个抗逆性 就没那么强 大量长气根 嗯 挺好的 好吧 慢慢来慢慢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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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根会慢慢的 再长回土里面 有点积水欧根啊 别的没啥 花一秀球小牙啊 长的就死了 北方暖气 他肯定啊 你现在这水大积水欧根 通通差啊 臭宝 咱们在养秀球也好 养什么植物也好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胶水 尤其是现在这种 它没什么牙子 你老浇的干什么都没 你给我这个 我在放这儿 少说的有 快一个月了啊 刚过来年就放这儿了 一直没浇过水 它就扔在这儿 你也不用你怎么养 这对吧 别老是想的 动不动就想着浇水 它干了 你再浇啊 长时候花叶子 这白为命啊 怎么治 看着有点像啊 怎么治 现在呢 就是说 您可以用一些个多菌磷 或者是三座虫 类似的杀菌药 或者呢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就拿个那个 棉签 涨点酒精 慢慢没事 给它擦干净 再有了再擦 连去擦上几回也就没啥了 一般它是附着在上面了 擦干净就没啥了 所以没了 息息更健康 嗯 你好老花叻 我的茉莉好多长成这样了 要剪掉还是等着涨 先等着涨 多给足光照 茉莉的话一定要给足光照 没有光照 就白瞎 是吧 你们有其他氧化问题呢 就视频要留言啊 随机抽取 视频解答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记得简单 白了 也当我们说 这不过是 已经这是 就是我